大阪是这个地方的 就是关西地方的最中心 然后我们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京都 然后这个草津 然后米园 大阪是这边的 然后山湖是这个地方 那个从大阪到山湖 大概20分钟 关西空港是这边的 然后从这边就一直走一直走 大阪大概一个小时 大概这样的位置 关西地方的住宅区 大概是这样的 这次我用了青春十八通票 大阪是日本第三大城市 所以人也很多 我们要坐下午一点半发车的新快速电车 大阪站有十一个月的这么多 现在我在大阪火车站 然后我们要去东京 但是我们不坐新港线 一直坐普通列车过去 做普通列车的话 从大阪到东京大概十个小时 普通列车是东京列车 所以很多人在排队呢 电车来了 不快一点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座位了 城区很多 小一点半从大阪站出发了 大阪站周围特别发达 新大阪站有新港线可以到东京 我睡觉了 电车特别快 半个小时就到了京都了 从京都站出发 京都站也是很大的火车站 也有新港线的 这是意识神工的很有名的赤福年糕 意识有名的图长 里面是年糕 外面是红豆沙 很好吃的 从京都站出发 二十分钟 城区特别少了 现在是滋鹤县 这是日本点心的田园风景 有田园和神社 从京都出发 三十分钟 外面完全是城市 到了近江八方站 有很多江湖时代的老街 紫赫县的琵琶湖很有名的 也有很多道田 这边以前叫安图 这点心肠建了安图城 就在这边 现在也有安图城移植 关西地方 还有明古屋的快速电车 是这样的作息 我们到了燕根 燕根也有历史的 也有燕根城 从燕根出发 下一站在米园站换车 快要到米园站了 电车站在广播 换车信息 快点换车 因为下大雨 电车晚点了 要换的电车 也是下一个电车 米园站也有新港线的 我到了米园站 米园站是这个上面的这个 JR是日本的最东边 从米园站开始 我们要做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JR东海 JR东海的电车来了 JR东海的电车来了 乘客很多 要快点站座位 下大雨呢 日本的电车 可以看到四季快车 这一带太山下了 但是还有时速120 这边冬天雪很大 所以住在年特别的少 上下车的人特别特别的少 刚才下大雨 所以有彩虹 典型的乡村风景 这里是官员古站堂 在日本历史中很有名 右面的上一带 都是官员古站场 电车到达大圆站 现在赶紧要换车 一号线 一号月台 大家都着急换车 大家坐下机前 乘客们会自己调整 坐席的方向 长距离的电车 都会有厕所 总大远站出发 明古 岐阜那边 有很多大河 大河 到达大河 到达祈福站 祈福也是大中市哦 正面的山 有支点心掌 建的祈福床 从明古到祈福的晋州 像这样住家很多 到达明古站 上下的人特别多 看一下明古站的样子吧 从明古到达明古到达明古 要准备换车 现在是下班时间了 没有坐席 当地人 还有青春十八动票的 乘客特别多 这里是冰松 我再继续换车 路过冰松的车 没有大城市的多 一个小时 只有三趟车 好的那我要出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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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不好意思 二人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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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人 和青春十八动票的乘客 一起特别多 这里是金刚 金刚是大城市 所以下班的人特别多 我们到的脚尖 太累了 我们坐开完日海的车 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所以下班的人也已经很少了 店家里的下班的人 看起来都很累呢 过的脚尖 那马上就到东京了 我再坚持吧 看起来 他们都是青春十八动票的乘客 好像他们都要去东京吧 这个隧道很有名 大概有八公里 出的隧道 就到日海 我很高兴 我到达热海 晚上九点二十八分 开完东京 我到达热海 东京周围的电车 几乎都是这样的作为 从日海出发 刚才没有时间 我到了日海 然后我们换车 然后现在要去东京了 日海站是JR东海和JR东日本的分界 从这边开始 是JR东日本 现在要去东京站 现在要去东京站 这两家是开完东京站的 现在是晚上十点多 从大阪已经过了十个小时 我真的太累了 我们终于到了 快出站回家 すいません すいません 二人分です はいどうぞ 皆さん チャンネル登録お願いします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分享一下哦